我本來是想要那個詢問立委柯智恩 有一些事情 反正我就是要問他說 有關於吳釗燮 那個烏克蘭的一些的事情 結果我本來手機拿起來要來錄柯智恩了 柯智恩突然跟我說 閨蜜假痛 閨蜜假痛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先來 回去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你首先要先來看到的就是 這一位韓國瑜立法院長韓國瑜 也在臉書上面來住全天下的媽媽們 母親節快樂 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iPad的畫面 我不知道那個iPad畫面看不看得到 還是我要 對對對 這個 韓國瑜就祝大家母親節快樂 那他在臉書上面比出了這個大愛心 同時也說國瑜在此 向所有的母親至上最誠摯的祝福 在他們默默的付出 和無私的奉獻之下 讓大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和溫暖 那當然除了韓國瑜 在臉書上面貼文 禮拜五的時候 禮拜五的時候他也去見了這個立法委員 呂玉琳所帶來的這些桃園的鄉親朋友們 來到立法院來參訪 同時韓國瑜也熱情的跟他們合照 然後當天還出現了這個小插曲 我跟大家說 我當天其實本來是要去採訪人的 因為禮拜五的立法院很忙 然後那天又要找學好心 反正要找很多人 但是我本來要跑去黨團大會去找人 然後終於就聽到 怎麼有一群好朋友們 一直在喊韓院長我愛你 我就突然被這個聲音吸引到了 然後就衝過去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先來回顧當天的這一個畫面 韓院長 我愛你 韓院長 愛你愛你愛你 院長可以比個愛心嗎 愛心 大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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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大家都比大愛心 好 親節快樂 親節快樂 因為我還有院會有很多活動 還有我們一些醫務室護理人 有過母親節 我要跟他們祝賀一下 不好意思 院長加油 加油 在嗎 對不起 沒辦法陪大家 院長會跟太太祝母親節快樂嗎 謝謝 謝謝 好對大家所看到這個畫面 當天他們所發的這個康乃馨 就是這個韓院長跟那個議事處的人員 都很貼心的來送上每一個記者 然後還有他們每一個同仁 還有醫護士的同仁 都有這種康乃馨 那送個醫護士是百合花 然後在那個現場就可以看到 哇這麼多的好朋友們 都對韓國瑜真的是 愛愛他 愛韓國瑜都很愛 然後還說我愛你 結果呢 韓國瑜直接轉過去說 不好意思他結婚了 所以這個是韓式幽默 韓式京劇 我覺得絕對會給這個 李玉玲所帶來的 鄉親好朋友們 都留下了一個很大很大的 印象 而且重點是我當天有私下 再來詢問一下李玉玲委員 他就有特別談到 他帶這個婦女會來到了 婦友會來到了這個現場 其實並沒有跟韓院長敲好時間 那是當天呢 韓國瑜院長在主持完國事論壇 剛好有一點點的空檔 然後他們就有跟這個韓院長 稍微的拜託 拜託一下 情商一下 看能不能夠出來 來跟這些鄉親好朋友們 來拍個照 那麼韓國瑜也展現他親民的形象 就直接出來 然後跟大家拍照 同時也跟這些鄉親好朋友們說抱歉 因為他真的有很多的行程要改 他還要去醫護室來送花 所以也就也沒有停留的太久 但是呢就先離開了現場 不過你也可以看到 我結過婚了這一句話 已經讓這些鄉親好朋友們 都得到了很熱烈的印象 我相信他們回家 大概彼此之間分享的 就是說韓國瑜算他結過婚了 這就是韓國瑜他厲害的地方 他能夠讓大家記住的地方 同時我覺得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在立法院的觀察 因為我覺得自從這一屆的立法院 韓國瑜上來接院長之後 立法院真的有韓國瑜差了很多 因為之前是游錫坤院長任內的時候 我真的沒有想像過 立法院會有如此多的參訪團 但是當韓國瑜院長上任之後 你知道大概到禮拜五 那個參訪團是一個接著一個來的 所以我之前訪過一次 那個江啟成在議場一樓的時候 他其實人在議場一樓 但他還在忙 他是在等外賓前來 就是有很多的參訪團來到了現場 那當然也就可以知道 大家都很想要見到韓國瑜一面 可是你要見到韓國瑜 你也不是隨便都可以見到韓國瑜 因為韓國瑜有時候主持人會很忙 那這種久點多來到現場的話 可能就有機會可以見到韓國瑜 然後因為國民黨立委也都會 特別帶鄉親好朋友們來參訪 希望能夠跟韓國瑜見上一面 上一次我在訪學老師 最近就是黃節的事情的時候 然後也是有參訪團 然後鄉親好朋友們 大概看到立委能夠站在麥克風前面受訪 一定都覺得很新鮮 所以徐曉欣講到一半 旁邊還有那個鄉親好朋友們 直接大喊徐曉欣加油 就直接來幫他加油的 所以我就覺得這一整段都是非常非常的可愛的 好講完了韓國瑜之後呢 再來我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獨家的小花絮 反正就是說當天禮拜五的時候 在院會之中有一點點的空檔 然後我本來是想要那個詢問立委柯知恩 有一些事情 反正我就是要問他說 有關於吳釗燮 那個烏克蘭的一些的事情 結果我本來手機拿起來要來錄柯知恩了 柯知恩突然跟我說 閨蜜假痛 閨蜜假痛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們先來回去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好什麼是閨蜜假痛 大家只聽過立委假痛 但是你絕對沒有聽過什麼叫閨蜜假痛 在閨蜜假痛呢 就是這一群包含那個徐宇貞啊 陳金輝啊 萬美玲啊 呂玉玲啊 然後馬文君啊 然後張家俊啊 他們一群人就是 那個柯知恩口中的閨蜜 但是這些閨蜜們 他們有一個特色 這些閨蜜們 他們最大最大的相同點 就是他們都是媽媽 然後呢在禮拜五就是院會當天呢 他們就把 好像是他們那個陳金輝的幕僚吧 反正就帶這一群閨蜜們 一起到那個立法院旁邊的小辦公室 他們要進行一個非常神秘的活動 好那這個神秘的活動呢 就是說他們在拍影片 然後再來問說 請問他們當上媽媽之後 最大的改變到底是什麼 然後因為他們閨蜜假動嘛 反正他們閨蜜假動也沒有說不能拍啊 然後我就跟那個T台的韋家綺 我們就一起衝進去那個他們的辦公室裡面 然後一起來看他們到底要幹嘛 那當然就是 他們就拿起手機來拍嘛 拍說每一個立委呢 當上媽媽他們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結果呢 這個問完之後 我突然聽到有一個立委 我覺得好有趣喔 就是馬文君 因為馬文君在那個片段裡面 他分享了很多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 大家可能看完以下這一段影片 可能會對馬文君的Poker Face 稍微的改觀了 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 當天在內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已經升到國中的我還是國小街嘛 哈哈哈哈 他們出了一個題目 做了一個題目 寫媽媽的味道 他寫不出來 他說我可以寫阿嬤的味道嗎 哈哈哈哈 所以我沒有煮過飯飯 這樣子 我以為你給自己當媽媽打幾分 每次走上廚房 每次走上廚房 這個應該不及格 哈哈哈哈 可是我們的關係 其實可以算是高達90分以上 就是親子關係啦 還是很好 這是答位的 好大家剛剛所看到的 很多人說可能已經看到那個影片 但是後面這幾個問題 你們應該沒有看過吧 後面這個我記得 應該是只有我手機獨家拍下來的 就前面馬文君說他變胖 然後大家就笑成一片 然後馬文君來說什麼 他要去接他國中的小孩 結果要跑去國小來接 所以當立委當到太忙了 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的小孩騙的多大 升到國中 他還跑去國小來接 然後再來說要寫媽媽的味道 結果他的小孩不知道 什麼是媽媽的味道 要寫阿嬤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從那天的訪談之中 我覺得好好笑嗎 我覺得怎麼那麼好笑 你可能過去在那個質詢台上面看到他 都是Poker Face 來質詢這些官員們 但是他原來私底下還是一樣這麼樣開朗的一個媽媽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的可愛 然後他到時候說自己給自己當媽媽是一個不及格的 所以說我看到有一些那個網友說有看過這個影片 但我有在抓到一些更特別的時刻 在獻給大家 我是覺得蠻有趣的 所以今天也拉出來來跟大家稍微看一下 我看到很多網友就說 從這件事情看下來 大家應該可以對馬文君改觀 你看他之前在追那些國防的案子 都是那樣子政經八百的 你可能從來沒有想到原來私底下馬文君也可以笑得這麼開心 我也是當天也知道原來他這麼有趣 並平常問他都是問一些非常嚴肅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是我在禮拜五當天 收集到了這個母親節的特輯 在今天節目一開始 就先來給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